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努力的工作或者赚钱的时候呢 发觉原来我们都是为了要孩子得到最好的东西 那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快 方便 包括弄食物给他们吃 你知道我亲自去巴萨的咧 我请进supermarket去选一些我喜欢的食材 我久久就煮饭一次嘛 就选一些可能organic的菜啊 水果啊等等的 那可是拿回去过后怎么样去处理它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功夫的 我们又没有时间嘛 所以一定会选一些方便快捷又安心的方式 来处理我们的食材 这个呢才是现代女性职业女性最需要的东西 其实呢很谢谢Himmel食物风干机 让我认识到怎么样可以让小孩 就是从挑食变得不挑食 因为现在的确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的小孩 包括我的小孩有些食物都不吃的 所以当认识了Himmel食物风干机过后 你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去教他吃一些平时他不吃的食物 大家其实以为说食物风干机就只是可以风干这个水果 那其实它的功能是超乎你想像的 因为它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包括我们所说的鸡精粉啊 公义材粉啊 或者是虾米粉啊 冬菇粉啊 所以你就在它平时挑食的部分 你用了这个食物风干机把所有的食材给弄碎了 然后再掺入他们的粥啊或饭里面的时候呢 他们又不觉得是有什么问题 同时可以吃到那个营养 也就是说很直接的把一些小孩们挑食的问题给解决到 哇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这个完全是解决了很多妈咪们的一些烦恼 在这方面呢我就尽量去配合比如火龙果啊 或喜欢吃葡萄干啊 我就尽量去做一些他喜欢吃的 可是如果你说要那个小孩吃一粒 可能酸酸的成的时候呢 可能他就不喜欢 啊 妈咪是非常酸哦 诶 那可是如果我用这个 Himmel食物风干机 把它一片片切的包包的风干过后 当这个零食来吃的话 那不单是那个味道还在 营养还在 它又可以当零食吃 吃得很健康 哇 喝了一杯呢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呢 都知道要吃得健康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嘴痒痒的啊 嘴巴痒痒的 都想要吃一些零食 那如果你是用了这个 Himmel食物风干剂 自己做零食的话呢 就可以代替平时吃的那些不健康的零食 所以我朋友来到我家的时候就问 有没有零食啊 一罐罐的啊 就是水果啦 或者是一些蔬菜干 我都拿出来来 impress他们 也就是说平时带去上班啊 或者出外啊 野餐啊 或者是去旅游的话呢 你身边都可以带着一包健康的零食 那些不健康的零食 那些不健康的零食 那些不健康的零食